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后币国小启动木造宿舍修复计划,举办后逼真错位,创意工作营,邀请大学生及高中生脑力激荡,一起为宿舍找出路,今日展现成果。 后币国小校长吴建邦表示,大门对面的木造宿舍新建于民国31年,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老吴,透过空间活化创造这宿舍的新价值,邀请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老师陈佳基讲解日式木造建筑,力动营造林一响分享木建筑修复食物,以及盯着生活工作室的雪瑞阳导览后币国小教师宿舍, 再由老师实地带领学生分组实作。 后币高中建筑科三年级黄一军与同学的主题是剧《希望改造后的空间》,能吸引大家聚集在这里,因而设计种菜迷宫、休闲空间,有高低起伏的造景起伏以及起伏亭,让大家可以系上自己的起伏卡片。 黄一军认为工作营与学校课程最大的不同,在于较多的实作比较有变化,而且是从整个基地规划开始,一直到房子内部空间的设计都需要规划出来。 应对活动由后币国小、后币高中以及水牛设计部落共同规划办理学员来自明道大学及振修科技大学建筑科系大学生以及后币高中建筑科学生。 明道大学景关于环境设计学系红天宋师后币在第七年,目前在土沟当地的水牛设计部落时期,特别利用暑假期间,完城宿舍的测量绘制并且完成3D模型的建制。 基本资料提供创意工作营高中生设计以及制作模型。 后币高中室内设计科二年级陈行佑父亲从事装潢,也有修复木造建筑的经验,对后币国小的木造宿舍特别有感情,也担心类似的木建筑以后可能没有了。 陈行佑与同学主题亲子时光,亲光剧,以亲时与家人共享亲子时光为概念,因此在基地上配置了故事馆、餐厅、菜园、睡池。